《碧樵與繁星》 所以這次的學運當然跟三月學運不一樣 當然有一樣的地方 有一樣的地方先講 有一樣的地方是說 這學運絕對不是三月十八號 就突然發生了,不是這樣子 所有立委们全岛成一团模样相当狼狈 福茂一定要重启谈判 一条一条的审 逐条审议才能救经济 我们在今年的6月20号签的嘛 已经签完了 签完了才来开公平会 这一点我倒是不太认同 就像那个一样 当年3月18号也不是突然就发生了 去查一下 可能是我记得是18号 可能反正就那几天就对了 一定是前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学运 很多很多的社会运动 颇具规模的 比如说那个3月学运来说 其实有台大的学生运动 各校的学生运动 一直从大概从80年初 甚至于中期开始 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一到90年续继续继续很久 还有很多工运啊 农运啊 甚至于 那个科院实际的运动啊 或者实际的运动啊 各式各样的运动 甚至于老兵的缓箱运动啊 原住民运动啊 很多很多运动 所以那个是 就学习来说 本来就有很多学校在 在对当时体制不满 就有运动 所以他们会穿起来 穿起来 运量运量久了以后 突然有个爆发点 就爆发了 大家就集结起来了 对不对 你面前面这个不可能集结啊 你没有个学生 没有学校没有运动 你不可能这批人 就是爆发起来 你还不知道干嘛 政府做的不对 或对少数的压迫 或者是对于基本人权 摩西人基本人权 比如华光社区 也像居住权都不尊重 对不对 或者是对于 这个环境 不重视 比如美丽湾的事件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 平通那个 阿朗伊的事件 对不对 过光石化的事件 这都是环保 环保有关的运动 那甚至还有 风车 反风车运动 有没有 很多人都反合适 所以它 环保运动有一大堆 那学生运动也一大堆 那学生运动 跟环保运动 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运动 本来就在酝酿 因为社会有不同 很多 很多 这个 不好的事情 或者政府做了不对的事情 就引起不满 然后就有一个运动 运动之间有串联 然后到了这个反服贸 反服贸其实是在3月之前 一年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191正运量 6月21号签署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 对啊 我也参加的 学者们 学生们 这个法界都有 都在反服贸 不是 不是今年才开始 去年6月就开始了 他一开始签署 或者是一开始公布 那立法院通过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像我们就 台大那个经济系 郑教授 为主就开了很多会啊 我有时候帮他去主持会议啊 但是已经去年的事情了 去年七八月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前面 酝酝酝酝酝酝酝酿 然后当然3月18号的时候 突然能够进立法院 也是一些偶然的因素 凑成的 对啊 占领立法院不是先计划好的来 对啊 就占领了对不对 所以即使想占领 也不一定占领车 就占领车了 占领车就整个市就起来了 所以所有的这种运动 都被吸进来了 就像黑洞一样 全部都吸进来了 所有社运团体 包括我们四凯会在那里都去支援 对不对 因为缺人 对啊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四凯会就成立 医务律师团了 马上就发email 征求说有没有律师愿意帮忙 所以马上就成立了 其实我以为只有三十几个 到后来四百多个啊 四百多个律师啊 就出来啊 所以每次学生或者是民众 被那个 就有律师陪的 这不然你就会被欺负啊 你不懂法律 你没有那个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马上就集进去了 所以这一次不只是 说这几年的学生运动 或者是社会运动 就串联 甚至跟一些老的社会运动团体 都动起来了 所有的改革倾向的团体都参与了 他们不在里面 他们在外面 对不对 对啊 每个团体有 我们的四个会也摆摊子啊 对啊 所以都有啊 都有啊 环保团体也有啊 对啊 各个 对啊 都有啊 都有啊 就是新的学生的运动 或者一些新的社会运动 跟旧的一些运动都结合起来了 NGO整个是大结合 大联合嘛 所以才有那个声势啊 你光是学院占领那个立法院 也没有什么 没有这外围的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那 当然各地的学生有响应 对不对 所以那个规模就变得很大 所以这个是 其实相同的是说 三月学院也是这样聚集起来 所以这次规模比较更大一些 时间也更长一些 因为那个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这个一站站就二十几天 你看他身世大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说 跟90年代是不一样的 90年代是这个 这个解言之后 解言初期了 什么制度都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推最简单的 就是民主嘛 国社会就要修宪了 这些事情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本身 也就是90年之后 这个社会运动 或者学生运动 碰到的问题 就是说 他90年之前的社会运动 是争取的是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民主 根据基本权利 可是90年之后 不是啊 那些都有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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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了 什么都你干嘛呢 但是后面是一种 比较政策型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政策不对 具体的政策不对 所以才造成社会运动 那现在已经不是说 我要争取言论制以后 不是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那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是很具体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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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序 而不是以前泛泛的 一个基本权利的争取 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他就是反服贸 很清楚 反服贸对不对 对啊 反服贸它有点扩散 不止反服贸而已 他发现 服贸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你宪宪体制出了问题 所以要开始宪宪会议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学生讲得很清楚啊 对啊 学生也看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完全 这个时候是比较是专业性的 政策 专门政策的问题比较多 可是也不是完全 对基本的问题没有 因为政府 尤其国民党政府 它本身对于 这个民主体制的确立 还是没有那么 做得没有那么努力 甚至于扭曲 所以它以权力的控制 统治为主 对啊 它还是要 总统一手抓住国会 一手抓住行政 所以总统本来就是 在中华民会县法设计 它是个虚的 虚线以后它变成实的 可是它又不面对 立法院的监督 所以这个意思 那它又是控制 行政院 行政院变成它的秘书长 所以整个就乱掉了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情况跟当然有不太一样 我认为是谁 既然有不太一样 我认为是谁